张女士对儿媳妇自有一套标准 从朱女士前男友的那一通电话起 儿媳妇的所作所为 就是按照她的标准难以接受的 进而在生活中的大小事中 她都对儿媳妇用一种管束和调教的方式对待 用一种高压的姿态 以防她再次犯错 可是单先生是个80后的年轻人 他为何没有在一开始就选择信任妻子 在婆媳间做一番调解 而是任由这种陈旧的枷锁 套在自己深爱的妻子身上呢 这女人没有信任感 单先生出人意料地指出 让她没有信任感的第一个女人 就是她的母亲 小时候因为父母不和嘛 最早的时候是因为他们跑车 家里没有人 就我一个人生活 六岁学会自己做饭 一个人生活到十二岁 那时候有外公 有爷爷奶奶 爷爷奶奶很排斥我 因为奶奶不是很喜欢妈妈 中秋节有一次 所有人在桌子上吃饭 就是唯独没有我的位置 然后我一个小孩子 男孩子 生气了 把碗往桌上一摔 我的叔叔 我爸爸的亲弟 上来给我一日光 而你的父母都不在身边 我的父母都不在身边 我就觉得妈妈不可靠 女人不可靠 她们都是不可靠的 后来我跟别人小孩子打架 因为她们在我背后指指点点 没有我人要的孩子 家长婚是奶奶去的 我有一个非常好的朋友 人生中唯一的一个 称之为朋友的人 可是她已经不在人世 她的离世 也是因为她跟她的爱人 她的爱人卷着她的钱 跑了 然后我的兄弟 从二十二楼在珠海 跳楼自杀了 她的女儿才只有四岁 跟我的女儿今年童年 这个事情对我的打击 是一辈子都发磨灭的 其实在她跳楼之前 给我打了一个电话 我是不知道她要跳楼的 她只说我心情不好 我老婆跟别人在网上聊天 约会了 见面了 她接受不了 然后也是动手打了她的爱人 她爱人跑了 跟我现在的属性一样 我的爱人也要离我而去了 我觉得这个事情 让女人多不可靠 我妈妈也知道这个事情 她的父母对我那个朋友 和她的爱人 比我母亲对我跟我的爱人 有过之而无不及 压迫 压迫 所以说您说我为什么一直觉得 我的母亲是对的 有对比 明白 我现在唯一很清醒的是 我的爱人 她没有走那条不理智的路 还是选择了跟我 不管是离婚也好 来调解也好 很感谢她 因为我和她爸爸 等于说就是分开期间 孩子受到了创伤 那个时候 我其实觉得很对不起她 我知道儿子 等于说心理上的 压抑特别的大 注意对媳妇的 等于说管制 也是 数量用啊 也是不愿意 走到儿子朋友 那个地步 对她的 要求 其实确实特别严厉 我这一生 就着一个儿子 觉得非不起她 有个媳妇嘛 总感觉 好像是又多了个姑娘 突然之间的 又在她身上 发生了这些事情 太害怕会出现问题了 也是挺害怕出现问题 我的爱人会陪我 往后余生 她是你的希望 对 我看见她 就感觉好像 以后可以摆脱我的母亲 或者是摆脱我现有的家庭 可是她出问题了 感谢观看